除了這種精準的科技戰之外 其實特種部隊的實力也滿重要的 我們好久沒有談到 台灣的特種部隊的實力了 那我們先來看看以色列 以色列的特種部隊 在這次也發揮了功能 現在以色列在第一個時間 對付哈馬斯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他馬上去空襲了叙利亞 包括了大馬士格等等 兩個機場 那很多人會說 你那種以色列人在這裡派 突然間就一起派人的 整個所有的機場 各位不是 原因不是這樣子 第一個 叙利亞有開火箭彈 也騷擾了以色列 但最重要的是什麼 各位是這張圖 原來這張圖是大菜 各位為什麼這張圖是大菜 這張圖我們當中 我幫各位畫一條 紅色的這一班的一個航班 這一班的航班 據傳就是伊朗 伊朗他們的外交部長 加上他們的資源 上面這一台 是A340的一個貨機 據傳裡面放了 好幾噸的反戰車的火藥跟火箭彈 在這裡要跟你說 我們伊朗現在要把這些 運送到給哈馬斯 來支援我們的一個兄弟 後來這台飛機下不去 為什麼下不去 很簡單 機場炸掉了 結果現在發現很好笑 為什麼 中國現在那個小粉紅 沿路現在都在那邊敲鑼打鼓 為什麼都在敲鑼打鼓 他們就說 你們就讓巴勒斯坦建國 後來習近平這句話吞回去了 為什麼吞回去了 以色列有抗議 現在中國人還憲釋就是說 過去三年來 我們中國在疫情當中 你要管整個加薩走廊很簡單 怎麼做呢 就給他紅馬 黃馬 綠馬 如果是紅馬的就不讓他過 綠馬的就讓他過 回到他們過去在疫情當中的 一個管制 他們還說什麼呢 其實那個所謂的檢驗 檢驗病毒 你也可以去插他的手 為什麼呢 你手有摸過火藥的話 其實有所謂的火藥反應 那種一般的警察局 都有這種所謂的測試片 他就說我們就十個人撿一組 然後如果有測試片 有摸過火藥的 通通關起來 各位現在小粉紅在那個地方 講句實在話 都在那個地方敲鑼打鼓 這個很討厭 但以色列他們有很多事情 是超乎我們的想像的 例如說什麼呢 以色列的國防 以色列的整個軍事很強 以色列的特種部隊超厲害 我講一個1976年的一個故事 1976年的時候 有一組整個人職 一百多個人被抓了 而且被抓 各位你知道多遠你知道嗎 在烏干達 烏干達距離整個以色列 高達4000公里 以色列準備了三天的一個時間 派出了特種部隊 特種部隊到了當地之後 這一百多個人職 不但全部要了回來 對方50個人 全部尚命 他們以色列的特種部隊 只有暫時一個 好 加薩走廊這個地方 是全世界人口最密集的地方之一 也是最貧窮的地方之一 以色列為什麼這兩年 鬆懈新房了 因為哈馬斯他們說 就是開放給加薩走廊的人民 這些難民可以有工作機會 他們進到以色列 可以賺取比較好的報酬 所以每天就是都有固定的人 可以到裡面工作 沒想到鬆懈之後 得到的是這樣的一個結果 最諷刺的是 對於哈馬斯的領導層級的人來說 很多人是億萬富翁的 貧富差距非常的大 錢是怎麼賺的 剛才你知道講到那個火箭彈一直在打對不對 你要去想那個後面要花多少錢 實際上 蘇富比他們做過統計 哈馬斯應該是全世界最有錢的恐怖組織 甚至甚至你剛才講到領導人什麼住別墅 小一點的領導人才住加薩走廊的別墅 真正有錢的領導他們的那個頭子住哪裡是住卡達的別墅 甚至裡面等一下我點名幾個他的身價可以直逼這個郭台銘 這個看起來是非常的驚人 所以為什麼他可以去發動這些 實際上他們的資金的實力是相當雄厚 我先講第一個他們每年光靠這個收入的來源 我算了一下大概10億美金 10億一年都可以賺10億整個哈馬斯 其中5億大概就是投資房地產 比如在中東地區土耳其投資房地產 大概一年就5億了 還有一個他們有一個走私隧道 這個走私隧道等於你進來我就要課你關稅的概念 一個月大概是1200到1500萬 這個也很穩定的收入來源 可是大家會覺得說奇怪 那他怎麼有錢去投資房地產搞這些隧道什麼的 這些都要花錢 那背後要有金儲 金儲就兩個來源 第一個你說伊朗跟卡達 而且卡達這幾年據說資助哈馬斯累積起來 大概已經超過18億美金了 那另外一個就是什麼 他們在海外他們會去募款 弄一些基金去募款 大概你這樣理解下來就知道 他們整個財務結構的一個狀況 當然我們就來聊他那個 真正就是他那個走私隧道 因為這個走私隧道 在整個路徑大概基本上是從 埃及的這個愛里斯 到這個拉法市 然後他可以到加沙 就到加沙這個地方 那這個地道實際上他們來做什麼 走私非常多的東西 很早的時候 他們大概十年前我查了一下 他們那時候已經開始運送什麼東西 叫可能看了我們的廣告吧 這不是肯德基 這不是肯德基 他們突然很想吃肯德基 那你說沒有嗎 那就沒有 加上就沒有肯德基想吃怎麼辦 你知道那個肯德基 他們說大概 就是你這樣一桶 而且他們只能訂一種 就是全家餐 就是一桶的 因為我沒有辦法說 你要A餐 B餐 沒有 就你不能選 就只能訂一桶 好 那訂一桶 然後呢 他們也不可能為了你一桶 因為我要經過 我剛才講到從愛里斯再到拉法寺 再到加沙對不對 這個路徑大概要四個小時 可能這都冷起來好不好 千萬不要這樣講 吃到有多感動 以前我們當兵的時候 一樣嘛 打小蜜蜂 那你一個單他不接 他基本上會籌到30份訂單 就是最少的團購就對了 所以你現在想吃 你趕快訂明天吃得到 那有一個很有趣的 你知道嗎 因為那個坦白講 這個走道不是讓你來 來走私肯德基的好不好 我是要來走私軍火的 所以那個外賣小哥 把肯德基送到客戶手上 是一臉臭 我好歹也是走私軍火 你叫我走私肯德基 對不對 那個表情其實 那還包括從韓國跟日本 走私那些卡車什麼的 所以你要看那個 他那個隧道其實是 可以足夠讓車輛 就運送包括車輛 所以你要知道他們的行動 各方面很多的來自日本的車子 也是 有趣的事情 因為我剛才講不是很多很有錢嗎 很有錢 吃肯德基這已經不算什麼 因為那一桶要1000塊 那一桶要1000塊 台幣1000塊 他很珍惜 那他們走私是什麼 就是小朋友生日 爸爸爸爸我想要騎斑 這個爸爸很有錢 他說那我們弄兩隻斑馬進來 這樣就動物園啊 也是要走私就對了 真的要走私 這個不得了 小朋友生日 結果進來以後沒想到 他把驢子塗上黑色白色的雞 這個斑馬來了 這個斑馬的文路也太密集了吧 真假不是重點 誠意十足 因為他把黑色白色 很有趣的把他 真正的斑馬那個條文 應該沒有那麼整齊了 算是我覺得是認真 所以你從這一個 他們從隧道走私這一塊就知道 這幾年說實在了 哈馬斯真的累積了不少家庭 所以難怪這一次的 整個突襲行動當中 他們敢這樣肆無忌憚 不慣得去攻擊